2010年,新疆和田地区公安消防支队成立火凤凰消防爱新助学基金 三年多来以募集助学基金累计达到20余万元人民币,资助困难学生500余名 24日,新疆和田地区公安消防支队官兵来到和田市第三小学 开展火凤凰爱新助学基金捐赠仪式,为29名贫困学生捐助了学习用品 据悉,和田地区公安消防支队每年按照春秋两季对贫困学生进行捐助 捐助基金通过官兵们自愿捐助的方式进行募捐 对受资助的学生进行医务、学习用品捐助 此次爱新捐助共捐助29人,捐助物资价值近2万元 自从我爸爸妈妈下岗以后,我们的生活十分困难 我要谢谢叔叔们为我们弟兄的帮助 我以后要好好学习 截至目前,加入和田消防火凤凰爱新助学基金会的 已有8家企业和个体会员30余家 和田地区更多的爱新人士正在积极地参与进来 努力帮助每户贫困家庭和每个贫困学生 让更多的孩子重圆梦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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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